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高度重视 彰显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就全省抓好学习贯彻提出的明确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引导全市上下自觉增强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保证宪法实施 一 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这次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这次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 我们要深刻领会这次宪法修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 二 要坚持党的领导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各项工作 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支持司法 带头执法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三 要抓好宪法实施 以实际行动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各级各部门要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坚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言 违法必咎 把依法制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要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各级领导干部 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头把法治精神落到各项工作中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省13届人大一次会议 和省政协12届一次会议精神 提出我是贯彻意见 会议认为 这次省两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召开的重要会议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于伟国在闭幕式上的讲话 和省长唐登杰所做的省政府工作报告 为我省未来五年的工作 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目标 会议期间 于伟国书记对厦门加快发展 寄予殷切期望 唐登杰省长在参加厦门团审议时 要求厦门为建设新福建 实现赶超发展目标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些要求对厦门发展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 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把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 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 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努力推动省委省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 在厦门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要牢记经济特区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 继续先行先事 努力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 在科技创新上 在改革开放上 在社会治理上 在改善民生上 走前列做示范 涌当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排头兵 为加快建设新福建 实现赶超目标 多做贡献 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振经济神 按照省两会提出的部署要求 对照市委市政府 确定的年度目标 进一步提升思路举措 细化工作方案 强化督察问责 把各项工作都落实到 具体项目上 按照叙实进度 全力加以推进 要在时尚下功夫 项目推进机制 要更加刚性 政策措施要更加精准 帮扶实体经济的举措 要更加有力有效 同时 要扎实做好 年终岁首各项工作 统筹做好 安全生产 社会稳定 访贫问苦 连结自律等各项工作 确保春节前后 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本台记者报道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 我们的新春走机层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从今天开始再次启动了 我们的记者也再次迈出了 新春走机层的脚步 去往农村 社区 踏上田间地头 走访普通家庭 记录发生在基层一线的生动故事 记录新春里的满满憧憬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我们先跟随记者的脚步 到同安区五显镇去看看 昨天下午 五显镇中心小学 可以说是同安区 最热闹的地方 2018年 厦门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服务活动 在那里启动了 在五显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 全市81家单位 带着文化科技卫生 大礼包下乡来 实施在在的福利 快速聚拢人气 同安区五显镇 是我是蔬菜种植的重要基地 农业部门带来的种子肥料 成了现场最受欢迎的产品 市农业局准备了 2200斤的复合肥料 免费送给村民 没多久就发放完了 工作人员介绍 这款肥料外有包衣 使用率高 而且价格便宜 非常适合同安种植野菜的农户 他们在发放时 还会向村民宣传推广 科学施肥 合理用肥 生态施肥的理念 种菜 种地瓜 这个种花生 什么都有 这个农民必须要了 没有这些农民 就种不出东西来 里面有宣传单 我们按里面的宣传单使用 适用于闽南地区的小型耕坐机 也在现场集中展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少农民不了解各种机型的操作方法 因此他们特地把经销商也请到了三下乡现场 直接为农民们答疑解惑 农业局的组织 所有的事业单位 带来了这个农业生产的几乎所有的这个技术资料 天气寒冷要怎么预防流感 常年高血压要注意什么 胃肠不舒服怎么调理 是卫生其身委组织了市第一医院 市中医院 市儿童医院等其家单位的专家 现场为村民一诊 把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 他有一些时候都抽不开一生 那乡下的人他过去的话已经很不方便 那他这一次可以过来的话 有一些很出色的这个医生 那就非常好 厦门市善儿图书馆 这次则是打开库存无门槛赠书 每个小朋友都能从这里挑选 两到三本心仪的书籍带回家 这些书籍大多是图书馆精心挑选的扑法类书籍 有助于农村孩子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我们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讲 确实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 比如说我这次我就要去很远的地方 接去图书馆 那今天来这边的话 其实也感觉蛮好的 本次三下乡活动还融入了十九大精神的宣讲 市委宣传部 市委讲师团 组织了十九大知识问答题 吸引众多乡亲前来答题 同样人气爆棚的还有猜灯谜活动 团市委 市委文明办 市社科联等单位都带来了不少灯谜 大量灯谜的谜底和厦门有关 也有许多谜底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 村民们在享受猜谜乐趣的同时 也能学习到各个领域的知识 据悉 我是三下乡活动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 已经成为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施的品牌项目 成为我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响亮品牌和明星工程 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三下乡服务活动在传统的三下乡 送资金 送物资 送服务的基础上 进一步做到送政策 送知识 送人才 让文化科系卫生服务长下乡 长菜乡 启动一事后 参加活动的市领导还分路走访维稳了困难群众 市领导叶重庚 黄学会一行来到武显镇安卢村 黄粪嫂家中 81岁的黄粪嫂因车祸制残 行动不便 一家三口靠着儿子打零工维持生计 市领导鼓励他要照顾好自己 坚强生活 爱卢村的颜光某一家六口 窝居在一套老屋里 全家老小都靠他一人的收入生活 市领导嘱咐他们有困难 就向村里和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市领导陈子轩 国贵荣一行 来到武显镇夏丰村陈世柱家中 由于儿子去世 陈世柱独自一人抚养孙女多年 生活困难 随后市领导一行还看望慰问了 肢体残疾的低保护郭松花 祝福他们有困难 就向村里和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春节就要到了 不少用人单位又将面临一年中 员工流动的动荡期 今年是人社部门将打出组合权 保障企业用工 详细情况请楚桥来给大家介绍 好的 我们去了解一下 随着大量外来员工回家过年 我是一些企业 可能又将进入一波用工慌 为了加强企业用工保障 保持节后用工平稳 世人社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精准服务用工企业用工 来自人社部门的统计 截至一月底 我是500人以上大型用工企业缺工1.6万人 其中普工缺工量最大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求 世人社局已建立起重点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的常态化机制 利用对公综合服务平台收集汇总重点企业岗位需求 同时根据企业登记信息 多渠道主动对接 目前已将我是51家用工企业 共计5756个岗位通过平台进行推送 此外还向省内外招聘网络推送信息 目前已推送49家6210个企业用工岗位信息 而从节后第一天开始 线下招聘会也将马不停蹄地开工 节后一开始上班 所有的全市市区的人力资源市场 人才市场全天开放 全市开放 坚持天天办招聘 开展日日常的活动 组织一些重点用工企业 赴省外我们8个劳务输入基地 和我们省内的4个劳务输入网络的城市 要去组织线下的招聘 而针对本市就业困难人员 残疾登记失业人员等援助对象 人设部门也将开展就业援助专场招聘活动 市人设局还开发并上线了 企业用工实时查询网络模块 推动企业用工鱼缺调剂 减少春节前后出现用工短时间闲置的情况 问台记者报道 今天是第22个世界失地日 上午福建省首次在厦门举办的宣传活动 在原博院举行 记者了解到 我是失地保护工作在全省处在领先水平 杏林湾 夏潭伟 海苍湾等 失地的生态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今年世界失地日的主题为 失地 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是高度重视失地的保护和修复工作 在原博院景区管理处 加挂了厦门市失地保护中心牌子 建立了失地保护修复联席会议制度 与此同时 完成了夏潭伟 海苍湾 及相关小流域失地的保护修复工程 推动杏林湾国家城市 失地公园生态环境的整治 流域生态环境 滨海失地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此外 铜安湾 马鸾湾 东坑湾的失地保护修复工作 也正在进行中 2017年起我们又投入了300多万 进行一个生态岛的二期改造 然后主要是生态岛上 一些旧的建筑的一些拆除 然后还有一些官鸟屋的修建 还有失地的水生植物的一些增加 给鸟类营造一个更好的气息氛围 然后经过这些改造之后 就是原本这块的鸟类 就是竹林有感觉明显的增加 去年我市还组织编制了 厦门市失地保护规划 厦门市滨海失地保护与修复方案 厦门市水系生态蓝线管理办法等规范 逐步构建了失地保护修复的规划体系 如今 失地保护修复工作 已列为我是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即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 厦门的整个失地保护工作 虽然它是整个链 面积不是很大 在全省这个位置来讲 应该还是找到前面 有没有讲这个载体非常好 我们也是计划进入 作为我们整个互进省的一个 失地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名片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一月份 我是已经可以接种四架宫颈癌疫苗 我们的记者从卫生计生部门了解到 目前 湖里区和吉美区的基层预约接种门诊 已经开始接种四架宫颈癌疫苗 其他各区在等待疫苗到货之后 也将陆续开展接种工作 昨天上午 在湖里和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预防接种门诊 市民李女士顺利地接种了四架宫颈癌疫苗 她告诉记者 在厦门就能接种到四架宫颈癌疫苗 让它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因为之前我一直有关注这个苗 因为很早以前的话 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要去香港打 然后后面听说湖里区有苗了 我就每个社区都打电话问一下 可不可以接种有没有苗 非常方便 因为你想想说去香港嘛 然后要跑三趟 你入费啊 然后住宿费啊 加上去都是很大的一笔 那年1月16号开始入库的 然后17号开始正式接种 四架宫颈癌疫苗 我们这边预约的方式有三种 一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咨询电话 5725105来预约登记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居民现场来 拿着身份证过来预约登记 第三个是通过家庭签约医生 来预约登记 工作人员介绍说 由于中心的四架 宫颈癌疫苗数量有限 无法完全满足所有 已经预约接种的市民需求 接下来 他们会按照预约登记的先后顺序 通知市民接种 还没有接到通知的市民 请耐心等待下一批疫苗到货 据了解 目前湖里区和吉美区的 基层预防接种门诊 都已经开始接种四架 宫颈癌疫苗 其他各区在等待疫苗到货之后 也将陆续开展接种工作 有需要接种的市民 可提前致电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 咨询具体的到货时间 本台记者报道 下面来关注一下春运 今年春运期间 厦门航空将在40天内 执行超过2万个航班 预计运送旅客350万人次 为此 各个岗位上的下航职工 都已经整装待发 这其中也包括去年 刚刚入职的43名台湾级空姐 他们将放弃休假 坚持在港 做好旅客服务工作 去年8月 下航招收的首批 台湾级乘务员抵达厦门 立即投入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眼下已到港的43位台级空姐 已陆续脱离了乘务教员的代飞 进入单飞阶段 在工作中独挡一面 来到下航之前 苏一文曾在台湾复兴航空 工作了5年 主要服务于大陆航线 对于现在的工作环境 他丝毫不陌生 反倒有种久违的亲切感 现在在这里飞 我觉得跟以前 其实是我很熟悉的地方 就像我的空中办公室一样 而且以前常常飞大陆的航线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边的人 服务起来其实就是很轻松 因为这边的人都很随和 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甜美的娃娃音 台积空姐在机上工作时 有着很高的识别度 让台积空姐理静言感慨的是 这个特殊的身份 时常引起旅客的好奇 拿出放大镜看待他们的服务 这也促使李静言更加努力工作 从细节上拉近彼此的距离 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用语 像你们是讲垃圾 然后我们是说垃圾 然后我可能一开始就要改正 自己的这个用语方式 有一些地方的口音很重 然后我可能在就是地送餐盒 餐食或是饮料的时候 我可能要听很多次 我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但我觉得旅客其实也都还 就是蛮有耐心的 就是会愿意再多跟我说几次 但是飞了这么久之后 我觉得就是一切都已经 慢慢适应当中了 所以我觉得我也飞得越来越好了 评级着良好的表现 下航台积空姐中的大部分人 已经考取服务头等舱 和商务舱的执照 一些特别优秀的台积空姐 还取得了境外航线资质 今年二月份就将服务中外旅客 紧张地学习工作之余 他们常和家人分享在大陆工作成长的点滴 越是临近春节 那份对家的思念越是浓烈 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坚守岗位 迎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场春运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春节越来越近了 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 昨天2018年春节 同安过大年系列活动启动 在竹坝南洋风情休闲度假旅游区 同安非移表演项目车鼓弄 热闹开场 车鼓工和车鼓婆们三不进三不退 弄过来又扭过去 诙谐幽默的表情 加上夸张的舞姿 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舞台上 泰国宫廷舞 印度肚皮舞等轮番上演 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异域歌舞表演 欣赏特色文艺演出的同时 在丸子果 同安榨枣 昆祭三宝 新美元 无公害蔬菜等一村一瓶展台前 不少市民游客品尝闽南味道 还能就地购买年货 另一边 书法家们则挥好泼墨 为大家义务写春联送福字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 同安乡村旅游景区春节旅游产品 南洋会馆 罗汉山 丽田园 德安古堡等 将联合举办乡村美食文化赶集游 年货节和赏花季 各大景区景点也都做好了接待游客的准备 天然的小溪 还有自然的甜甜荒光 还有我们乡村的建筑风格 可以参观银梁的 一村一品产品 就是手工面线加工 到立天来晚的游客会透过非常多 到方特过大年 这是我们的主题活动 比如说演艺 还有我们的美食一条街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喜好 进行游玩 然后园区里面我们的人员配备 就是项目接待上的人也都做了补充 据了解 春节期间 同安准备了近300场次的文体旅游活动 这些活动从1月至3月陆续推出 力求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体验 让市民过一个热闹精彩又味道的春节 本台记者报道 苟年春节来临 对于部分市民来说 春节之前到银行预约兑换几枚 生销赫岁纪念币算是过大年的习俗之一 从今天起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 开始办理苟年生销纪念币预约兑换 据了解 苟年生销纪念币正式的名称为 2018年贺岁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属于2015年开始发行的第二轮生销币 正面图案为 中国人民银行十元字样 即年号2018 底文称以团花图案 背面竹井图案为一支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装饰年画元素 相结合造型的小花狗 避免左侧看物须字样 第一批2018年贺岁币兑换期 为2月2号到11号 成功预约贺岁币的市民 可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营业网点 前往办理兑换业务 业内人士介绍 相比第一轮贺岁币 第二轮贺岁币发行量更大 如羊币是8000万枚 猴币鸡币是5亿枚 今年狗币3.5亿枚 中国生肖 毕竟是我们的文化 几千年传统的文化 非常好 一个包装 20个的包装是第一次 还很漂亮 便利收藏 据了解 今年贺岁币分两次发行 第二批贺岁币的预约期 为4月16号到4月19号 兑换期是4月21号到4月30号 本台记者报道 电视剧《九丹》今晚21点20起 在夏世四套播出 该剧讲述了命运多舛的 山村姑娘九丹 在父母遭陷害双王后 她凭借不屈的性格 最终找到命运归宿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 夏世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 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